政府早前公布新冠肺炎疫苗採救计划 将为有三款疫苗公讲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批评 有人将部分疫苗政治化和污名化 有小部分别有用心的人 就在恶意造谣 在这个周末在网上发放很多污名化 或者将疫苗事件政治化的不实言论 也引述一些不具名的人士 说了这些负面的说话 所以请大家在未来日子里 要非常小心 托定这些消息的来源 不要轻易去信这些说话 今次的采购策略 就是要尽量找到起码两个平台 即是用不同的科技 尽量买到起码两间制药厂 这些亦去买足够两倍 都是在这些委员会里面 大家谈出来的 至于每一只 在每一个平台里面哪一只 我知道科学委员会讨论过 想能忍着